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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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4岁到16岁的小艺术家们 有一个可以展示他们舞台的机会 所以俱乐部是希望在每一年都会定期的举办各种不同主题的音乐会和活动 比如有慈善音乐会 颂养母爱父爱音乐会 还有一系列的英雄出少年系列音乐会 活动方面我们有一个最大型的加拿大青少年艺术家模范奖的颁奖典礼 王家礼仪课等等 我们俱乐部是希望透过这些音乐会和活动 在小艺术家们在他们成长的路上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丰富他们成长的履历 是的 每一年的俱乐部都会举办非常多样化 丰富多彩的活动 那我也有幸的几次在活动的现场进行过报道 那我发现很多的活动也是跟慈善相关的 非常的有意义 可以让小艺术家们在展现自己的情绩提升自信的同时 也可以从小培养他们乐于助人的优良品格 是吗 是的 特别是我们的多场的慈善音乐会 跟加拿大的模范奖的颁奖典礼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见证的很多小艺术家们 他们学会了怎么去关爱我们的社区 学会了怎么互相尊重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观察到他们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些都是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所需要的品质 其中我们俱乐部另外一个的mission就是希望每位小艺术家 在他们成才之间先成人 他们有了这些良好的优良的品质 我们希望他们在成长的路上是有能力去输血一个自己独特的人生 是的 所以说这些活动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 那么回顾去年2022年 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去年都举办了哪些有特色有意义的活动吗 2022年除了多场的慈善音乐会 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我们也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在我们2022年里面 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在7月2022年 叫斯兰威碑获奖者颁奖典礼是在一个户外里面 这些小艺术家们全加拿大大概有24位 他们是经过两年半的时间 7场运约会一步一步挑战上次 挑战成功 所以就是有一个非常有不一样的一个颁奖典礼 所以也是在上年7月举办 还有一个我们在上年也是成立了我们自己的 斯兰威青少年艺术家乡村俱乐部 就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物碍的一个地方在联理 在这里我们在7月的时候 开办了多场物碍的王家礼仪课和音乐会 2022年也开始了 经过两年多的疫情了 我们也重启了我们的最大型的 加拿大青少年艺术家模范奖的颁奖典礼 所以也是在上年举办了这几场大的活动 是的 其实很多的大型活动在疫情期间是取消 但是斯坦威青少年艺术家俱乐部 一直在坚持继续举办这些活动表演 还有比赛 不只是说是在线上 而且很多是在户外 为我们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环境的同时 也让孩子们不要在这个疫情期间 就中断自己的练习 还可以继续的去学习音乐 享受音乐 去表演 还是可以继续参加比赛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那么现在疫情已经大部分的限制 已经放松了 那展望2023年 今年斯坦威青少年艺术家俱乐部 又会哪些新的活动 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今天是还在1月份 就在2023年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继续 我们在2022年所举办的 这些所有的不同主题的慈善音乐会 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还有几场大型的音乐会 我们会继续举办 因为这些活动对小朋友的成长 是很有帮助的 在2023年 我们俱乐部会把我们的重点 我们更希望将古典音乐 那个level那个城市 小朋友对他们的那个热忱 跟那个喜爱 我们希望把它普及化 所以在2022年 第一场活动推出的 就是在我们的1月30号 是一个感恩老师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活动 它的副主题叫 Celebration of Excellence Best of the Best 因为小朋友的进步 跟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跟那个提醒 是少不了他们的钢琴老师的 所以我们将来也希望 将这一个活动 办成是一个年度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里 当然我们也会公布 就是我们会 俱乐部会也会重点帮助老师 怎么开他们自己的 学生音乐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帮他们设计海报 设计节目单跟那个证书 所以就可以让老师 他们会更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提高小朋友 学钢琴的那个程度 第二个活动在 也是展望在2023里面 大力的推出 就大概是4月初会推出 就是会跟斯坦威纽约总部 一个大力合作的 一个重新定位的 斯坦威钢琴大赛 也会在4月份的推出 我相信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最终是希望 提高小艺术家们 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古典音乐的有那个热忱 从也是提高他们 学古典音乐的那个水准 是的 其实就像您说的 孩子们要成才 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是离不开优秀的 老师的培养的 那像这次的 感恩教师的这种活动 是不是也是在疫情之后 首次大型规模的活动呢 是的 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会 有一些感恩老师的活动 就比较很小型 我们希望就是 今次我们就在2023年 就会继续 每一年会做下去 我们就改成就是一个 很大型的活动 我们为什么会选在 这个2023年的一月份 第一个学习份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活动里面 向老师公布 我们俱乐部在12个月里面 有一些什么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 很多钢琴老师也很喜欢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 学钢琴的小朋友 也有机会可以 被邀请到参加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就会在展望 我们2023年 我们俱乐部会推出一些 什么活动 也会在这一天里面公布 是的 也希望老师们 在这个盛会当中 可以互相了解的同时 也可以了解 斯坦维青少年艺术家俱乐部 为孩子们准备的活动 可以让孩子们呢 在接下来 有时间方便的时候 可以参与更多的活动 来认识更多的朋友 也可以展示他们的情绩 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大赛 在2023年也要开启了 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大赛的评选 它的内容会怎样进行吗 好 所以我刚刚就说了 钢琴 斯坦维钢琴大赛会在4月份 我们会将它 我们俱乐部会将它 重新定位跟那个重启 也会大力的配合 斯坦维总部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他的评委 全都是一个顶尖的 斯坦维艺术家 或者是大学的教授 分量是非常重的 第二我们希望 在这个 他的颁奖典礼 跟那个获奖者的音乐会 我们希望将他们带到 就是很高水准的音乐殿堂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选那个地方 在大概4月份就会定下来了 主要原因就是 希望就是有了这些 就是他们这小艺术家知道 哪里可以做一个获奖节的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主要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怎么样去投入 就是为了这个梦想 怎么去付出 怎么去努力 所以其实这个 无论任何一个比赛 其实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无论那个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 但是我是相信 每个付出的小艺术家 他们在过程里面 已经也是学会了很多的益处 是的 其实通过参与比赛的过程 他们的演奏相信 也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 那么也期待各位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来参加这次比赛 可以除了获奖 还可以通过这次的比赛 有机会去到高级的音乐殿堂 去进行表演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小艺术家 可以通过 斯坦维青少年艺术家俱乐部的平台 可以实现他们的音乐梦想 谢谢您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将继续通力情行的 副总裁Gram来聊一聊